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具跟ps的使用几乎是一样的 好 首先呢 鼠标左键单机我们确定一个光标之后啊 它会出现一个假字的一个填充 大家能直接去输入你想要的一个文字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就输入千锋 UI 设计学院 好 那么这个文字他一开始默认的输入的字体的颜色呢都是黑色 都是黑色 好 卡车加A你可以在这里使用填充给他们去改颜色 比如说我们给他改成这种暗红色 好 确定 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呢就把它改了一个颜色啊是改的它的一个填充的一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有个同学说 我想把这个字体加粗一些 加粗一些啊 说有没有这个字符面板或者说是段落面板这一些等等 那其实这里也是有的啊 你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快键Ctrl加T就可以把这个字符面板调出来 看没有 我拖到这里来看啊 这是字符面板 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字符面板中呢 它不像PS中的字符面板一样 底下有一些 仿粗体呀 倾斜体 或者说是撒滑线等等啊 有一些这些 效果 那么这里呢它只有对字符的一个调节 还有字间距行间距的一系列的调节等等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的这个字符面粗一些 那我们来看啊 它这里是不是可以描编呢 对吧有这个描编选项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 它现在是无描编给它加一个描编就OK了 好 我们给它加一个描编 你看 当我们给它加一个描编的时候 这个字符是不是就有变粗 对吧就有变粗 好 然后 你呢还可以去调整这个我们字符之间的间距 好 VA VA 它就是调这个字符间距的字与字之间的这个 间距 对吧可以给它调的 再大一些 好 这是这里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 加大这个文字的 大小 文字大小也可以在这里 去调整 好 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行啊 你可以呢给它去 分个行 比如说千锋UI 然后在这里 给它分一个行 设计学院 对吧 好 看转加A 我们将它们的一个对齐方式 在这里 段落这里啊 它是有这个对齐的 现在呢是做对齐 你还可以 做这个 居中对齐 包括右对齐 对吧 我们让它居中对齐吧 好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想让它去调整一下 它的一个行间距 对 就是行间距啊 这个行间距是不是就是上A下A 对吧 这两个啊叫做行间距 你看我可以去加大 那么行间距就加大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呢 去缩小它的行间距 这都是ok的啊 就是这里 然后之后呢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段落这一块 段落 段落的话呢 它现在是一个居中对齐 好 左对齐 居中对齐 右对齐 跟上面的刚刚那个段落那一块是 一样的 那底下呢 它还针对这个段落有一系列的 这种调整 比如说有这种向左缩近 对吧 左缩近多少 然后还有这种右缩近多少 包括这种手行缩近 手行左缩近 然后底下的话呢 还有断前间距以及 断后间距 这个就跟PS的那些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以及它的闭头尾级 还有标点 极压极的呢 那么这个呢 是 针对这种大片的这种段落来说的 大片的这种段落 好这是给大家说了一个 文字工具 其实这个文字工具的话呢 就非常简单了 然后有学过PS的同学呢 都 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如果说没有学过PS的同学呢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先 学设计的话呢 先从PS这款软件 开始学习 因为它是一款非常基础的一个 设计软件 或者说是比较强大的一款设计软件 是不管你去设计哪一个设计领域啊 比如平面设计也好 UI设计也好 包括 甚至是一些室内设计等等啊 其实都是需要大家 这个对PS这款软件有一定的 了解的 好那么这个是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AI 那AI的这个字体 那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